在2012年有一部神奇的动画《散华里迷》 男主对女生从不感兴趣 但他做梦都想拥有一位僵尸女友 因为一个意外 他的梦想还真的实现了 而变成僵尸的女生 还是一位白富美 从甜美可爱的形象转变到盐艺 只需要片刻 这究竟发生了什么 男主千鸿生活在一个四口之家 父亲劳恩是子养师的住持 爷爷卢武郎有老年痴呆 还有一个妹妹蒙露 尽管母亲走过 可一家人还是快乐地生活在寺庙里 千鸿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僵尸片 魏子的房间还放了很多僵尸手办 处于青春期的他不仅对女生无感 还对僵尸越来越痴迷 甚至幻想自己能有个僵尸女友 当他将内心想法告诉同学安农时 却遭到了嘲笑 一次千鸿收留了一只猫 并给他取名为巴普 可好景不长 有点巴普在外出时不小心被撞死了 将巴普视为亲人的千鸿十分伤心 随后就在寺外找了一块地把巴普买葬了 千鸿接受不了巴普离去的事实 突然 他想起了之前整理资料时 曾看到过一本关于复活树的书 千鸿不甘心巴普就怎样离去 于是他想到或许用复活树 可以让巴普重新活过来 想到这里千鸿立马就将巴普挖了出来 我也不被打扰 千鸿骑车带着巴普的尸体和复活树 来到一栋废弃大楼里 空无一帘的大楼对千鸿研究复活树十分有利 这个中二少年捡起这个本子 可以给他带来希望 可第二天晚上千鸿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在呐喊 那是个穿着红裙的女孩 他跪在窟井旁大声呐喊自己受够了 仿佛要把内心的不快全都给发泄出来 可千鸿对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并不在乎 第二天上学前 千鸿把巴普的尸体放进了装有冰块的小桶里 还差点被妹妹发现了 上学路上千鸿听到同学们议论 原来千鸿所在的紫阳男子学校对面 竟然是贵族散华女校 而散华校长的女儿散华李明 今日也转学来到了贵校 大肠腿黑肠职的李明一度成为了男子学校大多数人的猛中情人 当然除了千鸿 李明对他来说和其他女性并没有什么区别 因为昨晚遇到的那个女孩正是散华李明 当晚千鸿再次带到大楼 他发现书里有一页被模糊的字迹 导致他无法确认要用哪种带有毒性的药草才能制作出复活药 于是他将自己所知道的带有毒性的草药全都试了个遍 然而都失败了 千鸿案发誓 这周过后要是还没有研究出复活药 他就把八铺买回去 突然窗外又传出了女孩的呐喊 他依旧朝经历呐喊 并抱怨自己为何生在散华家 为何自己的父亲会变态地给自己拍裸照作为生日礼物 听到这里的千鸿突然吓了一跳 手中的饮料瓶掉了下来 李明发现千鸿后请求他不要收出去 千鸿表示没兴趣 因为他只是来研究复活药的 听到复活药李明觉得很神奇 于是决定和千鸿一起研究 李明询问千鸿是否有女友 千鸿表示 他对活着的女人不感兴趣 他希望自己能有个僵尸女友 女孩听完后并不觉得恶心 相反他却表示 如果可以的话 他愿意成为千鸿的僵尸女友 希望到时候千鸿要对他负责哦 第一次被女孩调戏的千鸿听到这话后 顿时一脸娇羞不知所措 其实李明的身世也很可怜 他父亲散华团一郎 对他有着偏离轨道的爱 因为在团一郎眼里 李明就是他的全部 所以当小时候的李明 因为和女仆玩耍耍到哭气时 因为女仆立马就被辞退了 由于团一郎对动物猫过敏的原因 他认为所有动物都很肮脏 于是他也不准李明接触动物 一次李明在花园和女仆玩球时 遇到一只猫咪 李明很是喜爱的摸了摸 团一郎看到后 当晚就辞退了家里所有的女仆 而那只猫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家里只剩下冷漠的母亲亚里亚夫人 不仅如此 团一郎对李明更是拥有极强的控制欲 李明穿什么衣服做什么事情 都必须经过他的同意 他也变态地认为给李明拍摄裸照 是祭奠李明成长的最好方式 李明长大后 开始意识到父亲不妥的行为 在上学期间 李明结交了人生中第一位好朋友仲代 大概是家境相仿的原因 团一郎默略了李明的这位好友 仲代的出现给了李明很多快乐 于是李明便向他敞开心扉 向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仲代 当仲代听到李明被逼迫拍照时 他告诉李明团一郎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就算和团一郎发生争执 李明也要拒绝 结果李明便找到团一郎 说明自己不喜欢这样 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第二天 李明就发现仲代转学了 仲代一家全都要离开这里 原来团一郎动用关系 当仲代父亲失业了 团一郎还威胁李明 如果再反抗 就还会有人因他而遭殃 李明再次退缩了 他只能闭上眼睛 能由父亲给他拍照 每天夜晚到飞机大楼 那喊发泄也是他偷偷溜出来的 而这天夜晚李明又来到大楼里 千鸿还为李明拿来了僵尸DVD 本因为李明看完后会觉得害怕 谁知道他竟然看得津津有味 之后李明再得知了千鸿 在收集有毒药草 于是便跑出去 找到一种千鸿所不知的药草 紫阳花叶 他们用紫阳花叶制作的复活药 和之前的外貌都有所不同 千鸿十分激动地将复活药 喂给了巴普 可巴普没有任何复活的动静 失望的二人决定放弃了 两人分别时 千鸿还不忘提醒李明 明天要参加巴普的葬礼 而两人的相遇都被远处 拿着望远镜的团囊 看在了眼里 回到家的李明被父亲掌握后 就禁足了 连学校也不能去 但由明天不能复约的李明 往着窗外 伤心的他拿走了复活药 并喝了下去 之前制作完成 他偷偷留了一点 至少这药里 有紫阳花叶的毒 喝下去 或许就会死掉吧 能不能复活 已经不在李明的考虑范围 于是李明就这样想着 睡了过去 而千鸿在到家后 发现表姐小兰来访 但很喜欢千鸿 为了能够见到千鸿 于是时常找千鸿 借有关僵尸的DVD观看 小兰觉得千鸿十分可疑 于是打开装有巴普的箱子 突然巴普从何字地跳了出来 瞬间跑走了 千鸿十分兴奋巴普能够复活 于是决定 明天要逃学一天 寻找巴普 而李明也发现 自己没有死 不仅如此 他还偷听到了父亲和保镖的对话 原来父亲竟然要派人 去将千鸿阉割 知道父亲绝对会说到 做到的李明赶紧从家里跑了出去 他来到千鸿的学校 却发现千鸿今天没有上学 于是 他有千鸿的那栋大楼 他觉得千鸿一定会在那里出现 但千鸿和小兰 此时正在追赶 好不容易找到的巴普 在经过下水道时 小兰因为身材太好而被卡住 所以跟丢了千鸿 千鸿则跟着巴普穿过了下水道 千鸿仔细一看 原来这里就是那栋大楼的下面 而此时走在悬崖边的李明 突然身后 响起了父亲的声音 原来父亲一直在派人跟踪自己 父亲命令李明回家 李明肯求给他一天的自由时间 他的身体和心灵又无数父亲的 两年针之间 父亲拉住了李明的手腕 要把他拉回家 此时在大楼下的赤子羊花叶的巴普 突然轻松地跳到了悬崖上 他一样害怕猫咪 所以被吓了一跳 在他抽出鞭子 想要抽死巴普时 李明却护住了巴普 而因为惯性 从悬崖上甩了下去 他被半山腰的树枝划成了两半后 落在了满是紫羊花的地上 乾红不敢相信 目睹了这一切 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雨 而巴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李明的身边 下一秒李明突然站了起来 之前喝下的复活药 似乎到现在才起了作用 现在的李明并不是真正的人 而是僵尸 站在山顶目睹一切的团一囊 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其身的李明 攻着身子走向了乾红 他笑着抱住了乾红 当乾红要对自己负责 毕竟 谁让乾红想要一位僵尸女友呢 在震惊至于乾红表示 答应 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 团一囊并没有强制抓回李明 因为他亲眼目睹了李明死去的场景 此时 他正拿着李明的照片在浴室里躺着 睡梦中 他看见了李明浑身是血的样子 当他拉出李明的时候 才发现李明竟然没有脉搏 李明告诉他 自己不再是团一囊的女儿 因为他已经死去 并且变成了僵尸 但他却很开心地表示 自己也因为死亡而得到了自由 团一郎突然从梦中惊醒 他还是无法理解 为何李明已经死了 却又站了起来 妻子亚迪亚从女仆那里得知 李明底下所走的消息 于是他上前询问团一郎 为何不制止李明 团一郎只是呆呆地望着天花板 而管家前来表示李明 目前很有可能是跟乾红在一起 团一郎听完后肯定地说到 就是乾红拐走了他的女儿 李明的死也是乾红造成的 于是 他立马发誓 一定要将李明从乾红手里解救出来 乾红前来还不知道危机 正在接近他 因为李明也来到了家里 由于暂时无法跟家人解释 乾红只得偷偷将李明 藏在自己的房间内 而李明也轻车熟路地拿起针线 将自己被划伤的身体缝合起来 因为死去的原因 李明现在完全感受不到疼痛 乾红看着李明笑咪咪的样子十分气恼 他不理解李明为何这么开心 李明表示因为他彻底自由了 他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 傍晚 李明告诉乾红 八普在树上 乾红试着喊了一下八普 发现八普的瞳孔变黑了 并且恢复了意识 李明告诉乾红 他似乎能够听懂八普的语言 乾红震惊急的 随后他询问李明 自己需要对他负责什么 李明表示自己想做一个普通女孩 比如看电影 去留乐园 逛街等等 乾红惊喜地发现 李明的这番话 竟然和自己梦中的 将是女友说的话 一模一样 下一秒 李明按住了乾红的肩膀 即将要亲了上去 谁知窗外 响起了表姐小兰的声音 乾红正在想起自己之前 寻找八普时 把表姐给扔下了 他担心李明被发现 于是和小兰来到河边 小兰虽然气愤乾红的行为 但还是原谅了他 两人聊起八普 会不会永远不死的话题 乾红陷入了惆怅 到底八普和李明 会不会永远活下去呢 他也不知道 此时乾红的好友安隆 也来到了这里 他嫉妒乾红 能够认识李明 请求乾红将李明介绍 给自己认识 但乾红为了李明的安慰 只好假称自己和李明不熟 在家等待乾红的李明 看到家里没人 于是来到浴室 想要洗个澡 谁知痴呆的爷爷 近来也想洗澡 爷爷看到李明 以为是自己喜欢的女男阿珍 复活了 于是抱着李明不肯放手 情急之下 李明将他打到 然后跑进了乾红房间 由于爷爷是老年痴呆 所以他也不会乱说 再回到家里乾红 发现李明光的身子 爬在地上 害羞的他 老脸一红 但随后 他就发现原来李明的身体 已经出现了 石江 毕竟是已经死去的人了 出现石江 不过下去 乾红下定决心 要找到保持李明身体现状的方法 随后 将李明抱到床上 然后打开了空调 因为低温 至少不会让李明的身体 腐坏得那么快 然后第二天乾红找到了妹妹蒙露 询问他有关尸体保存的书籍 但蒙露表示 书本被人借走 吃惊还未完 乾红的行为引起了蒙露的怀疑 因为今天是全家大早熟的日子 我有李明不被发现 乾红将他藏进了自己的衣橱里 父亲打算要再送一只猫给乾红 而乾红表示不需要 因为巴普已经复活了 爷爷听到也跳出来大笑道 阿珍的巴普都复活了 随时仰了一几 大笑起来 但下一秒乾红就开始疑惑 阿珍是谁 之后 爷爷便说是自己制作的复活药 才当他们复活的 乾红就才知道 原来那本关于复活药的书 竟然是爷爷的 于是他打算向爷爷询问 如何缓解时间的办法 可李明的事情终究没有藏住 因为小兰在大家打草足的时候 来到乾红房间 打算借完僵尸DVD来看 谁知现在在房间里 发现了女男的长发 于是打开衣橱 想要查看一下 结果本开在里面的李明 却挂在了天花板 然后突然飞扑下来 压住了小兰 失去意识的李明 用力压着小兰的肩膀 想起之前自己送餐时 从小学妹的手机 看过李明的照片 为了失踪的富家千金 回到乾红的房间 此时的李明很不正常 这让他联想到阿珀普的情况 难道李明此时不是人 而是僵尸吗 他被吓得大叫起来 乾红听到声音赶忙跑了进来 只看到李明撕破了小兰的衣服 乾红用力拉开了李明 他奇怪失降 难道是解除了吗 可谁知李明竟然扑上来 亲上了乾红的嘴唇 小兰见状又大叫了甲 他自怪乾红为何不带众伤的李明去医院 乾红不应该因为想要僵尸女友 而杀了李明 于是他便对乾红大打出手 并威胁乾红要报警 而此时李明竟然跟着窗外的巴布 爬下了楼 乾红卖托小兰赶紧去找爷爷 他自己则跟着李明查看情况 原来李明只是来到楼下紫阳花丛里 他是跟着巴布来吃紫阳花叶的 乾红发现吃了紫阳花叶的李明 瞳孔变黑 行动也灵活起来 甚至还恢复了意识 或许紫阳花叶可以缓解石浆 因为他所含有的毒素 正是复活药水的关键成分 爷爷赶来后看到巴布和李明 他的精神突然变得正常 他告诉乾红 复活药并不完美 所以为了保证复活者继续活下去 一定要保持充分的运动量 而且必须时常处在低温环境中 第三是必须定时摄入 紫阳花叶毒素 乾红非常相信爷爷的话 于此则怪爷爷为了不写在书里 但爷爷却表示 这是需要自己观察思考 才能得出的结论 所以为了能够让复活者继续活下去 乾红必须时刻观察复活者的情况 然而他们两人的对话 在父亲和妹妹看来 简直就是无聊至极 甚至对为乾红和爷爷一样发疯了 蒙露把爷爷带进房间后 父亲就发现了草丛里的李咪 乾红表示自己曾答应过李咪要对她负责 所以希望得到父亲的准许 让李咪和他们住宅一记 老父亲露出了和爱的微笑 看来他家不至于断后了 这小伙子总算对女人开窍了 可一旁的小兰却一点落寞 李咪发现小兰似乎很喜欢乾红 而小兰也查询到乾红和李咪之间不寻常的关系 李咪正式进入了乾红家后 乾红便决定写日记记录李咪的情况 不仅如此 她经常举着相机 录下李咪的行动日常 当乾红说出此前 因为意外和李咪接问时 李咪难以接触地询问 是不是乾红强吻了自己 为何自己一点记忆都没有 原来将是在恢复意识后 根本不及得自己失去意识做的事 就在乾红思考着如何瞒过家人 李咪为何没有一起吃饭时 小兰带着衣服出现了 原来乾红从小兰这儿 给李咪借着换洗的衣服 为了增加李咪的运动量 乾红晚上便带着她出去散步 谁知危机总算来临 团队两派也能开始跟踪他们 李咪表示自己十分喜欢现在这种状态 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是他们以前不敢想的 但如今都实现了 她还拜托乾红一定要保护好 自己的这副身体 乾红表示自己一定会对李咪负责的 但是因为紫阳花的季节终会过去 届时李咪又该如何设取 足够量的紫阳花毒素呢 想到这个问题 乾红就很头疼 谁知下一秒 一辆汽车飞驰而来 差点撞到了乾红 好歉李咪眼急手快 将乾红推了出去 但也因为李咪力气过大 乾红摔在大树旁 李咪见乾红手臂受伤 于是主动用嘴巴舔尸着乾红的伤口 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杀军 乾红害羞地扭过脸去 两人虽然甜蜜 但面临的困境 显然还有很多很多 第二天李咪要乾红陪自己逛街 于是他们来到了商场 乾红很贴心地为李咪买了一件大外套 因为只要在里面放上干冰 李咪穿着这件衣服 就可以在白天行动 团一郎终于派人开始行动 他们计划李咪落单的时候将他拐走 果然等到乾红去买饭时 他们一拥而上打算将李咪带走 但而李咪力气其大 三下无出二的就达到了众人 乾红赶到时 绑架者只能改变计划 将乾红给抓了起来 只留下李咪不知所措 乾红被带到了散滑家 此时李咪的妈妈亚里亚夫人也出现了 乾红现在才知道 原来李咪并非亚里亚夫人所生 当你散滑团一郎还是帅小伙的时候 就有很多人扮成女仆 进入了散滑家 而这些女人无论是样貌身材 还是家族势力自身修养 结束上成 简单来说 这些女仆都是冲着团一郎而来 她们都期望能被团一郎看中 但是团一郎并不喜欢她们 女仆们使劲浑身解数 都没有办法博得团一郎的青睐 渐渐地他们开始怀疑团一郎 是否兴趣向有问题 而作为女仆的亚里亚 因为悉尼周到 得到了团一郎的清点 于是之后 亚里亚便时常出现在团一郎的身边 直到一次见机比赛 作为参赛选手的团一郎 夺得了第一名 但她却很气恼地责怪对手 不尊重她 原来这场比赛 最大的赞助商是散滑家 无论怎么比 谁也不会因为第一名 而得罪散滑家 此时一位残疾女孩 也就是李明的亲生母亲 尚且安慰团一郎 尽管比赛结果是虚假的 但只要保证自己的练习和努力 都是真实的 就不应该否认自己 团一郎听后恍然大悟 几天后团一郎就决定 求婚那个比自己小15岁的残疾女孩 这个决定得到了所有人的否定 尽管这样团一郎 能就坚持并说服了所有人 可一年后这位女子 在生下李明后就辞世了 失去之爱的团一郎 久久不能平复 甚至因此患上了很严重的相思病 女部亚里亚见团一郎如此深情 能就不肯离去 并坚持照顾团一郎 很快团一郎康复后 便和亚里亚结婚了 但她的目的也只是为了 要给李明一个母亲 只有结婚的许多年里 团一郎都不曾碰过亚里亚 亚里亚能就相信 团一郎心里是有她的 可当她亲眼看到团一郎 给李明拍裸照时 她终于死心了 因此亚里亚夫人十分讨厌李明 她知道团一郎之所以 这么变态地对李明 是因为李明的身上 有去世的妈妈的影子 说到这 亚里亚脱去了自己的外衣 她说自己也是个可怜人 此时的她 显然破冠破摔 想要以另一种姿态 来报复团一郎 但具体心里想什么 没有人知道 至于前红则下得倒在地上 并大叫着 自己只对僵尸感兴趣 亚里亚夫人崩溃的大哭起来 她抱怨为何大家都只注意到李明 而忽视了她 她也想得到别人的重视 此时巴普出现了 亚里亚夫人抱起巴普 认为巴普是来安慰她的 可前红却告诉亚里亚夫人巴普 也是个僵尸 下来亚里亚一把把巴普扔了出去 巴普被摔了一下 顿时大弄起来 就在亚里亚命令 要让人把巴普和前红弄出去时 女仆赶到 表示要带前红去见一下团一郎 前红被带进一间黑暗的房间内 随后灯光亮起 前红就在发现 原来墙上挂着的都是李明的各种照片 团一郎出现后 她告诉前红 这些都是她为李明拍摄的 因为这代表着她对李明强烈的爱意 所以她不允许前红将李明夺走 接着团一郎又把前红带进了道场内 她表示要和前红来一场前级比赛 以此来证明谁才有能力保护李明 但前红表示这样一点都不公平 因为她对前级一窍不通 而此时此刻的李明 乘坐计程车赶往散花家 她知道一定是父亲派人抓走了前红 等来到散花家后 李明命令女仆把前红交出来 但女仆却表示 他们只听团一郎的命令 最后他们就将李明抓起来 带进了地下室 因为不用听从李明的命令 女仆们竟然胆大地玩了起来 他们也被李明的美貌所吸引 所以想要看看这个千金大小姐 穿着女仆装的模样 他们给李明换上了女仆装 并年年夸赞 李明十分合适 最后他们还给李明 换上了性感的兔女郎服装 因为担心前红的安危 李明在多次求劳无用后 她使尽了全身力气 扯断了枷锁 然后跑向了道场 而在道场的团一郎讽刺责怪前红 这样简单的护神术都没学过 简直就是弱小的蓝人 为何李明能就愿意和前红在一起 前红听后则怪团一郎根本不了解李明 因为李明从始至终只想要做回自己 成为一个简单普通的女孩 团一郎强加给李明的那些 并不是她想要的 况且团一郎只是想要在李明身上 寻找王妻的影子 这也是李明想要逃离散华家 远离团一郎的原因 即使是为了李明好 团一郎也不应该独自为李明做决定 至于谁能保护好李明 这需要李明自己做决定 团一郎这样的行为就是自私的 更何况团一郎还变态地给女儿拍摄裸照 换作任何一个人 都不会想和这样的人待在一起吧 团一郎听后精神崩溃 直接一键刺穿了前红的肚子 他不敢承认 前红说的事实 而此时李明正好赶到 而前红趁机有偷鞋的团一郎 气得团一郎持跳脚 就得团一郎疑惑 为了前红受伤后 能救活蹦乱跳 前红在想起来 或许上次受伤 李明替自己舔尸伤口时 身体那时候 已经摄入了少量的僵尸毒素 但看到穿着兔女郎服装的李明后 前红竟然兴奋地往乎所以了 这是他不曾幻想过的僵尸女友的样子 简直比想象中的护士还可爱 可下一秒前红突然意识到 虽然自己丧失了痛觉 但他的心脏能就在跳动 所以身体内那点仅有的毒素 很快就会被消耗完 就在前红还在研究 自己成为半人半僵尸的情况时 团一郎竟然偷袭前红 好在李明眼睛手快 替前红挡下了这一剑 但也因为李明用力过度 团一郎竟然在刚刚的基建中失败了 李明表示自己赢了团一郎 所以请团一郎不要再伤害前红 然而团一郎却表示自己只是想要治好李明 他想带着李明一居美国 他觉得寻遍各国名义总能治好李明的 但李明却表示自己不需要治愈 即使身体这样总有一天会腐烂 但他只想和前红在一起 这样就足够了 团一郎听完后 于是和前红指定了协议 李明可以继续交给前红照顾 直到团一郎找到救治李明的办法 届时他就会接李明回家 随后团一郎被坐上的飞机离开了 而前红也因为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直到前红醒来 他才看到眼前穿着护士服的李明 他很精细李明为了这样穿 但李明表示听从了女服的建议 因为他们说这样穿 或许前红醒来会很高兴 果然还是女人最懂男人 而因为听说了前红受伤 小兰很焦急地跑来查看 顺便向李明打了招呼 同时也向李明宣示了主权 他告诉李明自己是前红的表姐 前红也问妻 更重要的是自己是活生生的人 李明听后十分落寞 看着面前打闹了前红和小兰 李明此时才明白 原来小兰竟然真的喜欢前红 他不得不承认她是僵尸的事实 也不得不去面对自己终有腐烂的一天 并且等于跨越种族的相处 究竟能不能走到最后 自上次和团一郎达成协议后 前红就一直担心李明会随时死去 所以他下定决心 在李明离开之前要好好照顾他 这天吃饭时李明的饭菜格外能注意 前红解释李明是素质主义 所以这样的紫阳花饭菜会很合他的胃口 前红觉得李明的事快要瞒不下去了 大家好像都察觉到了李明的不最近 之后前红带着李明出去散步 突然李明看到烟花大会的宣传单 他表示以前都只能隔着窗户眺望 从未去过现场观看 前红想着烟花大会反正是明天晚上 李明十分适合出行 于是立马答应陪李明一起去 李明听完后高兴得像个孩子 回去的路上 前红能就在想给尸体防腐的办法 他找过很多资料但都不行 这让他十分苦恼 回到家后 前红想去询问一下爷爷 或许他知道防腐的方法 谁知道竟然遇到了蒙鹿 从蒙鹿这里得知了 其实李明内心十分渴望上学 因为在他看来 上学是普通女孩的必修个 可第二天烟花大会 因为下雨天取消了 但是他能就很开心地表示 如果明年他还在 希望前红还要陪自己去看烟花 他的要求总是那么的简单 那么的容易满足 第二天上学时 前红向小兰说出了烟花的事情 小兰提出可以自己举办一场 小型的烟花大会 前红表示赞同 之后 他也替李明向小兰借来 来看烟花穿戴的礼服 当前红将这个消息 告诉李明和蒙鹿时 得到了蒙鹿的赞同 但当听到小兰也会参加时 李明一下子就落膜地下来 傍晚十分 小兰带着和服来到前红家 他细心地帮李明换上了和服 李明表示 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时间 但是小兰却安慰到前红 会想办法的 如果可以的话 他希望李明可以永远留在这里 但李明却觉得留在这里 可能会给大家带来麻烦 此时李明敞开心扉 询问小兰是否喜欢前红 小兰表示承认 所有小兰表示 他会和李明公平竞争前红 他鼓励李明也勇敢一些 希望李明不要留下遗憾 晚上的小型烟花大会 举办得十分顺利 第二天前红带着李明来到散花家取东西 因为从明天起 李明就要去上学了 回去路上他们交谈了许多 前红也意识到自己好像真的喜欢上了李明 所以当失去意识的李明想到扑来时 他毫不犹豫地接住了李明 并连尤其亲吻 即便脸上被咬出了齿痕 等第二天李明来到学校后 他很开朗地和同学们打了招呼 同学们发现此时的李明 好像变得不同了 就连老师也察觉到了李明的变化 因为在老师的眼里 以前的李明总是垂头丧气 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体育课上因为力气不受大脑控制 李明展现了不同寻常的体育能力 乐的同学们连连叫好 前红不知道李明引起了风波 还是担心了李明的情况 朋友们也发现了前红最近的变化 但同一时间的巴普就在路上行走时 差点被车撞到 车主人赶紧下车查看巴普的情况 在确认巴普安全无恙后 他才放心下来 但也因为这是车祸 巴普遇到心目中喜欢的母猫 总之就是非常可爱 这个母猫正是女车主的爱宠 放学后前红得知李明上了体育课 责怪他不应该做剧烈运动 这样会对他的身体早从损伤 李明却表示自己下次会小心的 不疑惑天空下起了大雨 两人因此被困在凉亭里 李明跑进了大雨 厉死一个玩耍 还在紫阳花上抓到一只小蜗牛 这可是他以前父亲绝不允许的 在他看来这才是普通女孩的生活 今后看到了如此开心的李明 嘴角也忍不住的上扬起来 夜晚两人在走阶梯的时候 前红不小心踩空 差点摔了下去 好的李明即时拉住了他 两人也因此羞红了脸 也难以赴懵懂初恋的样子 而巴布也拐走了一只小母猫 两只猫飞快在树枝和房顶跳跃 巴布在母猫面前展现了惊人的跳跃能力 他也背着母猫飞翔在最初城市的上空 很显然母猫被巴布吸引了 两只猫咪也陷入了哀合 但是因为身体总有一天会腐烂的原因 巴布冷就很纠结 要不要和母猫在一起 但在看到千红尔李明之后 巴布决定尽管身体会腐烂 那要在腐烂之前进行享受余生 主角好像都朝着幸福的方向走去 可身为散玩女校的理事长亚利亚夫人 在丈夫唐一郎离开后就更加无聊了 再听说学校老师一直推选李明为班级代表 发表演讲时亚利亚夫人表示怀疑 但听说李明各科成绩都良好时 他也并不再多说什么 可他却提出了李明整天和千红一起走路上学 这是女子学校所不能浓冷的 但老师却觉得唐一郎在离开之前 曾交代过亚利亚夫人 不能干涉李明的生活 所以亚利亚夫人提出希望老师能给李明一些教训 比如处分或者警告 老师只要答应对李明实行了口头警告 回到家后的亚利亚夫人独自一人喝闷酒 她邀请女婆喝酒 女婆却表示工作期间不能饮酒 亚利亚抱怨 其实女婆们都看不起自己 躺进浴缸后 亚利亚便一头砸进了水里 这个口悲的女人为爱而不得 理智早已在崩溃的边缘 第二天蒙露在家门口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女孩 女孩一言不发地坐在地上 于是千红等人收留了她并试图和她交流 但女孩能是一言不发 李明还特意为女孩拿来了饭菜 谁知进门却发现女孩不见了 可下一秒 李明就从楼梯上甩了下来 前后上前询问情况 李明表示自己只是狡猾了 但那个消失的女孩就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第二天一大早 李明就听萌露说 最平时吃的紫阳花叶没有了 而愿自己的那些紫阳花叶也被人破坏了 前后安慰李明不用担心 她会去后山帮李明找紫阳花 此时李明察觉到女孩的不对劲 李明将疑问告诉了小兰 小兰却觉得是李明误会了 很有可能是女孩害怕李明 所以才不跟李明讲话 毕竟女孩和李明之间并没有什么不愉快的 李明听后也觉得有可能 于是回到家后她频繁地搭讪女孩 但女孩能是没打理她 可当晚睡觉时 李明发现女孩竟然潜入了前红房间 想偷问前红 但被李明发现后她又迅速逃走了 第二天李明指的女孩就是推自己摔下楼梯 破坏紫阳花田的人 她问女孩到底要对前红做什么 女孩没说话 可在李明离开后 女孩竟然用自残来陷害李明 虽然大家对女孩指定李明的事并不完全相信 可女孩这样做也不可能是无中生有 所以她和李明之间一定存在误会 当晚李明又发现女孩想要亲吻前红 此时李明大声质问她 谁知女孩竟然大叫起来 然后吵醒了所有人 前红父亲劳恩询问李明发生了什么 于是李明将自己所见所闻全部都讲了出来 但竟然没有人相信 不过前红却站了出来表示 相信李明 女孩眼前暴露一气之下 推倒了劳恩跑开了 前红和李明嘴了出来 质问女孩为何要这样做 谁知女孩竟然暴露了贱面目 原来女孩竟然就是亚迪亚夫人伪装的 她竟然所有人都关心李明不关心她 所以才会来此陷害李明 但被揭穿后的她竟然恼出承诺 打算伤害李明和前红 谁知下一秒 她就掉进了湖水里 此时亚迪亚夫人从浴缸里爬了出来 原来这一切都是梦 她因为和闷就导致浑水在了浴缸里 第二天亚迪亚夫人就交代了老师 她改变主意不为了李明呢 毕竟团一团临走时 曾交代过不要干涉李明的生活 此时李明和前红走在路上 前红向李明讲述了 她昨晚做了个关于女孩 昏倒在滋养寺前了吗 而那个女孩就是亚迪亚夫人 因为知道女孩到处为了李明 前红因此骂走了那个女孩 李明听后开心地大笑了起来 两人开心地走向了回家的路 至于未来会是如何 已经久连了 都没有后续 只有漫画才知道故事后续的内容 TV只做了44集的内容 而其中有两集我跳过了内容 毕竟不是李明的祖先 而是介绍妹妹蒙洛和表姐小兰 小兰之所以会那么喜欢前红 一切都是因为小的时候 一次意外在墓地迷路了 这个时候的小兰还不太喜欢僵尸 也害怕恐怖的东西 但是前红却已经养成了喜欢僵尸的兴趣 所以是她冷静地带着小兰走出了这里 于是一种情愫寄托于此 小兰便开始了解前红 在找她喜欢僵尸后 虽然害怕 但也一次又一次地去尝试 但基本都被吓得魂不守舍 而真正开始转变小兰的性格 是在一次两人外出时遇到一只野狗 但叫了前红竟然先抛弃了小兰逃跑 但随后却捡起了一根水管 提起胸部 站在了小兰面前 从此 小兰的情感寄托 就一直在前红身上 但了前红从小到大 对僵尸的情趣只增不减 对僵尸女友的渴望 更是达到一个高度 直到李明的出现 小兰其实也意识到了 如果你迷不消失 或许她这辈子都不可能有机会 但即便如此 她还是乐观向上 这样的人设真的特别棒 而妹妹蒙鹿算是最早察觉到李明不对劲的人 她跟前红一样 对僵尸也有兴趣 不过对尸体可能会更有兴趣 这一家人基本都很奇怪 但蒙鹿会变成这样 是因为妈妈的原因 她只记得妈妈的手 触摸在自己脸上的感觉 却不记得妈妈长什么样的 所以一次在祭奠妈妈的时候 却遇到了李明 李明的冰冷身体 在触摸到了蒙鹿时 她不由产生了一种 妈妈在触摸自己的感觉 于是还忍不住叫了一声妈妈 反正从此之后 蒙鹿对李明也并不排斥 相反还很喜欢她 因为总能在李明身上 看到一些妈妈的影子 这两个范外篇 其实都跟李明多少有些联系 两个女性角色并不讨厌李明 相反还是挺喜欢她的 而秦鸥其实是个毫无特色的主角 唯独幸运的是 她可以真的找到讲师女友 关于三花李明的解说 到这里就结束了 整体故事看起来很轻松 连父亲都也洗白了 至于亚里亚夫人的崩溃 其实也在理解范畴内 当然如果没有共鸣的话 这些情感表达都很难被传递到 一切都可以夸好 但结局真的是有一点不得不去吐槽 你说你好好数男女主的情感不行吗 哪怕小兰加入变成三角恋也可以 为什么要给巴布一段谈恋爱的剧情 这让多少人情何以堪 虽然加入巴布的剧情 可以更加突出李明和前红的纠结和担忧 但是观众真的很不爽 最后再说一句 人活着就是为了阴到麻痺 人死后就是为了散花底迷 如果你想少年解释了什么动画 不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千万不要再说什么 袁某空人渣之类的治愈动画 我是少年 以为明年又开的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么给我的视频点赞 转发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拜多